不管它是怎么样写字 就是说坐在桌子跟前也好 坐在几样跟前都好 这个纸的话大部分情况下 是可以放在这个桌子上写的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日本的情况 这个就是最后一点 最后一张图了 那么这个是大概是唐代差不多的 那么这个台子的话 跟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差不多的 大概这个是两百年前 这个是一百年前 这是日本的一个画谱 那么这个的话是很有意思的一幅画 为什么要举出来 就是即使是有这个台子 它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放在台子上的 那么它是手上拿着东西 大家可以想想这是一个什么状况 打草稿 那么它这个要是高兴了 它可以拿着这卷子到处走 想起来怎么写一点 但这不是常态 那么这个的话是比较常态 这是日本的一个画谱 大概一百年以前 或者是在找一些 那么他们这个是记录了 这个当时这个日本人 他们怎么样写字 这个小炕桌 盘腿坐在前面 这个小案子也是盘腿坐在前面 我们写字 那么为什么要举日本的例子 日本的话就是说 直到近代的话 没有高型家具 都是这个低矮的家具 那么是基本上是传承了 咱们唐代的文化 那么这样下来的 所以说从这个 我们这个邻居那儿 这些图像证据也可以看到的话 就是说这个正常的输写知识的话 实际上还是大部分是把这个输写材料 放在这个桌子上 为什么 你的输写量一大了之后 这个输写动作的话非常不现实 那么咱们这个结论呢 就是说这个图像证据需要理性对待 这个就是咱们刚才都讲了 这个图像证据也好 这个生象证据也好 这些都不一定是真实生活的反应 那么咱们这个结论的话 就是这个植树和符案是共存 但植树不可能是主流 因为咱们有这么多的数学材料 都不可能是这个植树 那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不是只有植树才能写好字 书法上也没有一朝制敌的秘籍 那么这就是大家多脸多写 不管白猫黑猫写好字就是好 就是说你这个动作其实不是特别要紧 那么这个多练习 什么动作不是关系特别大 好 那么我这个就是讲这么多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 我持有问题 我同意您的观点 就是说不管你怎么写 写好的字就好 对 但是呢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姿势 能够帮助你写好字 对 这个是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 对 这是对的 那么这个什么样的姿势 可以帮助你写好字 那么就是说 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可以发现的话 就是你需要写大字的时候 肯定这些都是选择的 对吧 不可能是 我这个胳膊子我还放在这儿的话 我要写这么大的字 不可能的 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写小 即使是写小字 那么你要写的顺畅的话 全部提起来的话 这个写起来是比较方便一些 要写的快的话 那么当然是这样 要方便一些 这个是对的 但是就是说 看你具体情况 你说我要写小凯 写这个小凯的话 我一定要这个胳膊子 我和这个手腕都选起来写小凯 那么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那么这个 这个是咱们这个 这个上世纪 做过的这个 陈英国先生也说过 你要写小字 那么就是整腕 整腕 就手的手的手的手 这个手腕是放在桌子上的 那么你要写中字 那么你就选腕 要写大字的话就选肘 要再写更大的字的话 你就站在纸上写 那么这个 这个是讲的很有道理 非常现实的 就是说咱们没有一定的方法 这中间还有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variation 那么就是说 各种的情况不一样 那么这个写字的状况 也不会完全一致 还有问题吗 就是可能反正写字的 我们现在是出法 但写字啊 你看就是我们 中国人写汉字 跟比如说在这边的孩子 写英文字 你看他们那个姿势啊 或者甚至放纸的方位啊 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 我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 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这个书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要谈到的话 就是说对于书法说来 这个字写的好不好 这个很重要 那么对于你平常书写的话 就是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写 你觉得舒服就好 我们现在对小孩写字的 这个这个考虑 或者concern的话 就是说第一 那么他这样写的话 会不会影响他这个脊柱啊 这个长得好不好 会不会影响他这个视力 那么其实这些东西 我后来发现的话 你小时候戴戴眼镜也不是坏事 保了之后 这个老花眼可以往后推迟一下 那么这个没有一般的原则 那么对于中国这个书写汉字的话 咱们现在要分成两个方向 一个是正常书写的 正常书写的话 在中国的话 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大家都是打字的 那么说所谓的政策 咱们要讲的这个 我们在这儿讲的话 那么大家一定理解的话 就是书法 那么就是为了要艺术创作 那么这个是现在 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误区 我是希望的就是 咱们在这儿学的话 就是说不要一定想着 就是大家是在写书法 咱们在学笔法 那么写字的话 就是应该是成为 咱们这个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用笔来抄书 抄得完 我不知道回答你问题没有 这个大概不太回答 这就是一个漫台 那么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就take 就five minute break 我们回来的话 就讲作业了